杜苏瑞台风远离光复乡大新村长刘建荣父子 担心社区的用水设施 看到雨室稍微歇缓了 就徒步涉水到大新瀑布勘查水源 不料在返沉的时候发现溪水暴涨受困了 接获报案的请销人员赶快到场救援 经过一个小时顺利把村长父子俩成功的救援上岸 尖峰已烧歇而入山巡查部落 捷衣自来水水源头的村长父子俩被料到山区仍实有强降雨的发生 而在回程准备渡河时发现溪水暴涨无法通行 于是立即报警求援 获报后赶底现场的警销人员架设绳索固定 再以人力接拨方式渡河将受困对岸的村长父子俩分批渡西 强劲的水流不断冲击也使得渡河过程 是显向还身 根据警方了解光复乡大新村长刘建荣父子俩 在台风过后 优心社区用水设施恐遭台风破坏 因此今天上午建雨室稍歇就徒步涉水到大新瀑布 勘查水源设施 反尘途中发现溪水暴涨无法通行 于是赶紧报警求援 索性在警销人员的努力下 历经一个小时 顺利将父子俩成功救援上岸 结束了这一场警捆祭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记者是Video